新鲜白昌鱼放进油锅间冒出阵阵香味 今天到凉面金黄起锅 领赏梅子味的酸甜酱汁又够开胃 会在台中沙路这一间海鲜餐厅 曾入选米其林指南名单 没想到就有消费者上网投诉 总共13人用餐加上一成的服务费 结账金额要4万多元 其中四道海鲜料理像是沙公三只 沙母一只就要9510元 两只龙虾最贵要花1万2 野生石板清蒸跟干煎鱼价格都在2、3千块上下 让他质疑这价格是不是太贵了 针对指控业者表示项目上都是高价的海鲜 而且都是从澎湖渔船献补的野生鱼货 按照目前的石甲称重没有欺骗消费者 这种比较高单价的海鲜都是以称两树做计算的 那像我们家的龙虾可能大概会落在 每两120块上下 那如果说像螃蟹的话 可能大概落在70 80或90 它的重量又再比较重的话 称起来有可能是会到那个价钱 其他业者说野生螃蟹跟龙虾价格本来就偏高 按照13人吃的份量计算认为价格应该是合理的 不过要是业者没有提前揭露价钱可能就违反了消保法 根据了解业者应该在出餐之前就把价格先计算出来 让消费者知道要是觉得价格不合理 消费者可以向消保官申诉维护自身权益 TVBS新闻刘正审判一台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